6月27日,娱乐圈最大的新闻无疑是陈建州被女星大牙控诉性骚扰,在互联网上引发极高的热度。 这一事件让公众回忆起陈建州过去的争议行为,其中包括在门口失禁、偷偿老婆、范伟奇的母乳以及硬闯女生宿舍等黑四大黑历史。 这些事件让她备受争议,而范伟奇作为她的妻子一直选择支持和守护,这在外界看来有些难以理解。 陈建州一名黑人,是台湾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综艺主持人和演员,她在综艺节目中搞笑幽默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,但是她的过往黑历史也成为她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。 首先,范伟奇曾在多次爆料中提到陈建州的恶心行为,让人不禁感到匪夷所思,这其中包括她多次在范伟奇面前失禁的情况,令人尴尬和不适。 一次,两个人刚到家门口,陈建州忍不住失禁,牺牲了两条裤子,这样的行为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,而公开讨论这样的私密事件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议论。 其次,在唐志中的婚礼上,陈建州和其他一些娱乐圈的好友担任伴郎,而他们在婚礼之后的派对上玩起了类似夜店的大尺度游戏。 现场照片显示,陈建州和其他人在游戏中的表现让人感到十分震惊,此举也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的行为和形象备受关注,因此在公众场合中的举止尤为重要。 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件是,范伟奇生下孩子以后,陈建州在参加综艺节目《康熙来了》时被小S爆料,曾尝试喝她的母乳。 陈建州一开始表情慌张,支舞其词,但是最终承认这一行为。 小S还透露她还尝试喝了另外一位女星的母乳,据传是刘若英。 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不满,认为陈建州的行为十分的不合适。 母乳是婴儿的最佳食品,尊重母亲和婴儿的权益是每个人的责任。 这样的行为无疑让人感到不适和愤怒。 曾经,大小S和陈建州被誉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,这对夫妇的感情生活备受关注。 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二人的感情也开始出现了问题。 大小S爆出吸毒事件以后,陈建州并未出面发声,反观居君业却在微博上为大S打气, 并表明自己与大小S的关系非常好,这让人不禁猜测他们之间是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 而陈建州最近一个人跑回韩国花天酒地,据说是为了处理工作上的事物。 但是,作为一个有夫之夫,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到韩国去呢? 豆瓣网友们纷纷地猜测,可能是因为与大S之间的事情有关系。 尤其是在陈建州曾经和女星被爆出诡文以后,这一次突然被爆出这样的事件, 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。 另外,陈建州在主持节目《我爱黑色汇》期间,也曾发生争议。 有一次,她带着节目组闯入黑色汇美媒的宿舍, 尽管是为了拍摄节目效果,但是女生们并不知情, 几位成员甚至在没有穿内衣的情况下被她撞见。 女生们尖叫慌乱,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十分不尊重他人的隐私。 尊重他人的隐私和底线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。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。 陈建州在外界的风评一直不算太好, 早年的她更加地噱头无数过的争议人物, 感情经历尤为丰富。 当年她曾追求过小S,结果与大S谈了恋爱, 最终与大小S的好姐妹范伟奇结为夫妻。 与范伟奇组成家庭以后, 围绕在陈建州身上的话题依旧是没有减少。 有传闻称,她与范伟奇的婚姻是具空壳, 本质上是情婚。 私下的她私生活迷乱, 还曾与王丽红传出过同性绯闻, 爆出不少亲密合影。 当年陈建州公开结婚照, 眼见的网友就觉得有些不正常, 一眼望去最先看到的是王丽红, 而范伟奇却在一旁角落, 不知道的还以为王丽红是这场婚礼的主角。 此外,陈建州很多昔日的举动也是十足的怪异, 让人不得不质疑与审视她的取向问题。 早前,她曾在林依晨的婚礼上嘴对嘴地亲吻陈柏林, 还曾在节目上激吻蔡康永, 连罗志祥这种情场老手也没能逃脱她的魔掌。 陈建州的举止与品行在圈内人尽皆知, 蔡康永曾直言不讳地评价陈建州, 在Gate圈很受欢迎, 仔细评评这话是不是说得很直白了? 如今,46岁的陈建州在被爆出性骚扰丑闻, 无论是爆料是否属实, 这次风波给她的名誉势必又会造成重创, 不知接下来范伟奇是否会正面发声, 公开为老公澄清与晚尊, 陈建州的这些过往行为, 无疑让她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阴影, 在娱乐圈中, 公众形象和道德标准承担着重要的责任, 对于观众来说, 崇拜明星的同时, 也需要审视他们的行为和言论, 每个人都是公众人物, 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, 以身作则, 传递正面的价值观和行为模范。 然而,范伟奇作为陈建州的妻子, 一直选择支持和守护, 这让很多人疑惑, 究竟是什么原因, 让范伟奇如此坚定地站在陈建州这一边呢? 范伟奇是一名知名的歌手和演员, 他有自己的事业和形象, 他的选择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公众形象, 然而作为家庭当中的一员, 他可能有更多的私密考虑和情感考量, 婚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, 每对夫妻都有自己相处的方式和选择。 或许, 范伟奇的选择是出于对家庭的坚守和珍惜, 在公众的目光下, 他选择守护丈夫, 表达了对婚姻的责任和坚定。 在娱乐圈这样充满诱惑和争议的环境中, 家庭的和谐和幸福显得是尤为宝贵。 然而, 作为观众和粉丝, 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娱乐圈中的新闻事件。 娱乐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地方, 明星们也是普通人, 有着喜怒哀乐和选择的权利。 我们可以喜欢和支持他们的作品和表演, 但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隐私和选择。 在面对娱乐圈的种种事件时, 我们更应该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, 不要盲目崇拜或攻击明星, 每个人都有过去和黑历史, 我们不应该对一个人的过去行为过度地批判, 而是应该看重他们的成长和改进。 只有这样娱乐圈才能更加健康地发展, 明星们才能更好地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和表演。 在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娱乐圈中, 每个人都需要有所取舍, 明星们也不例外, 他们可能会犯错, 也可能会改正错误。 作为观众和粉丝,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理解和支持, 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娱乐世界中取得更好的表现。 最后,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,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黑历史,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成长和改进, 而不是过度强调他们的过去错误。 对于范伟奇而言, 他选择守护丈夫或许是基于他自己的家庭价值观和婚姻观念,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, 同时也期待他在娱乐事业中能够继续取得优秀的成绩。 总而言之, 在评价娱乐圈当中的事件和人物时,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态度, 不要过度炒作和批判, 明星们也是普通人, 他们有着自己的过去和选择,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 共同见证他们在娱乐事业当中的成长和进步。 只有这样娱乐圈才能更加的健康发展, 明星们才能继续的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和表演。